大家現在生日正好 現在和早上的時間一樣 也是生日增加的一部分 就外送北來夾這裡 統計發覺說 今年中早上的頂端 含過年比起來多30歲 其中像香蕉 在裡面這些人買 大部分都是 關西點的過期 這些東西變化比較少 那是點外送的人買 大部分都是男人買 就要吃給肉飯比較重要 年輕人比較愛試吃新的產品 那是在裡面吃 平均一次 開差不多70塊錢到80塊錢 那是外送 一次開差不多100塊到120塊 看這個米粉皮煎 兩千塊香蕉蕉 這些早餐 除了在那點來吃 有很多是外送北台主門的頂端 有夾這裡的統計說 如果是加幾年來比起來 外送早餐的頂端 已經幾倍30倍 我自己的話 平日可能會叫到兩三次 然後假日的話 就是兩天都會包 就是都是叫外送這樣 尤其在尖峰時段 人排隊的時候 我可以省掉那個時間 然後第二個 我可能可以多睡20分鐘 交通的限制 可能只能到附近的早餐店去買 那如果我今天是外送的話 就是可以吃到更多的選擇 叫外送的這樣方便 不必早就去到人家中家餐店 這樣就讓外送渣餐的餘點做得熱撲撲 統計就顯示 如果一樣是香蕉來說 在那點來吃的客人 他們都會選這種十款性的餐點 變化就比較少 那如果是外送 对男客人来说 那个分量越久的早餐 他们就越看得见 那如果是男孩子 就更定义新産品 在这个价格上面来看 外送的逐温 他们出售就比较大风 一般来说 一顿早餐 他们可以花100-100亿 那如果饮料到那些 蓝山小吃的销量 也比在那个店来吃的 人客多买一两声出来 这是一个懒人经济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有发现到说 消费者如果不上门 其实他也会被其他的 吸引力给吸引走 那我们不跟紧 绝对会被市场给改变了 外送边台现在回来 正过期是做中途 到晚回而已 现在也来唱这个 早途的顶段 而且还可以在 前一面过来它主吻 这种市场的胸臂很大 也来真做一个 大家都想要好一个的地方 记者综合报道